在居家应该是在集中检疫所有心愿出一位15163 已经连续四天加龄的屏东又在出现一例确诊个案和方山群聚案有关 那这有两个可能会被传染到的可能性 一个是在他是6月21号搭乘这个14298的计程车 那另外一个他们在转移到集中检疫所的时候 14905坐在同一个同一个车子里面的坐在协对角 案15169是69岁富人指挥中心怀疑有两种可能感染源 第一是他在6月21号搭过染上Delta病毒的白排车和司机有直接接触 第二种可能是他在6月26号和案14905共乘同一辆防疫专车就坐在协对角 居隔期间采检都是阴性直到7月3号发烧咳嗽隔天二采阳性确诊 送到集中检疫所的当中跟他的亲戚也一步坐在这一部车 那这一部车我们也扩大在采检 两人搭乘同一辆防疫专车就是因为他们是亲戚关系案14905是15163的唐蒂席 跟他们一起去集中检疫所的车上一共有22人 年纪最小的是才10个月大的婴儿都被扩大匡列筛解 原定居家隔离的期满日是7月6号也决定延长到7月10号 那同车人都是在隔离的期间都会延长到7月10号 都会延长到7月10号 只是屏东方杀和方疗的群聚案一共15个人确诊 12人确定是Delta病毒 这次案15163也接触过染上Delta的白排车司机 有没有可能也是印度变种病毒还要再等基因定序结果才能确定 TVBS新闻夜宏达中心中在这屏东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news频道并开启小铃铛 同时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随时掌握国内外交点等你哦